由于我不停地收菜,收很多番茄,超级多番茄,一百多个品种的番茄,天天都是番茄,各种各样的菜,都可以装一后备箱,柠檬接的吃不完,白色草莓也吃不完,蓝莓结很大一盆,每次收菜都很多,感觉自己像个卖菜的,还经常被朋友拉着去他的果园摘水果,一整棵树的杏子都是我的。 一大杯兜的荔枝让我带回家,我又每天往家里拉水果,然后我的厨房每天都像个菜市场,因为实在放不下,我专门买了一个柜子装束菜水果,把里面装满的东西感觉好幸福,看着好有安全感,时间长了,我也很喜欢厨房像个小吉士的感觉,每次把菜和水果拿回来我都会这样摆着拍个照记目下,各种品种让厨房充满了色彩,基本上每天都是这样的样子, 真的很好看哦,看着这些画面觉得自己生活在这个家真的太幸福了,果然和植物打交道会被治愈是没错的,这样的田园生活你喜欢吗?